女人傻弄男人的感情 逃不掉这三个表现 很多的女人只会做表面的文章 她对男人的爱也只是表面的 但是这种女人却会让男人 对她们浮出真实的感情 她们会让男人的爱 全部倾注在自己身上 而男人却始终认为 这个女人是爱自己的 不会对女人产生任何的怀疑 但是男人很多时候 不要把感情太当真 当然也不要陷得太深 当女人有这三个表现时 就说明这个女人 只是在傻弄你的感情 一 对你的感情 与别的男人没有区别 感情尤其是男女之情 从来都是有轻重之分的 甚至是有无之分 当女人深爱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就会把感情 全部倾注到这个男人身上 她不会对别的男人有感情 更不会平等地对待两个男人 如果女人对你的感情 和别的男人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女人对你的感情 一定不争 二 他从来都不是主动地付出 而是主动地接受 耍弄男人感情的女人 多半都是为了钱 如果有心的男人算一下的话 那么女人在和你交往的过程中 她从来都是主动地接受 绝对不是主动地付出 甚至有时候 从你们恋爱开始 到恋爱结束 这个女人都没有给你买过 任何的东西 而男人一定为这个女人 付出太多太多 三 口头上对你爱意浓浓 但却没有一点实际行动 女人耍弄男人的感情 就是欺骗男人的感情 女人如果是想得到男人的心 那么除了用自己的身体外 女人还会用自己的嘴 说服这个男人 每当男人开始怀疑女人时候 甚至是和女人分手的时候 她都会尽力说服这个男人 让男人相信自己还是爱她的 我既然为了 我本尽力说服这个男人 在这里的身体外 是十分之一 还是当然 如果的男人有多高兴 这么久那天